马来西亚人生活在 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生活在炎热的地方 要求能量供应的速度比较快 消化吸收的效率要比较高 所以上天就特地在那里种了很多的水果蔬菜 尤其是水果 可是这帮家伙不要 他们居然去吃进口的鸡 然后呢 吃了很多的肉类 天气越热的地方也不应该吃肉 要吃只能一个礼拜吃一次半次 天气越冷的地方就应该越吃肉 肉该不该吃要看你伸展在什么地方 夏天就应该少吃肉 冬天就应该多吃肉 于是呢 马来西亚人呢 大量的吃米饭 吃完的米饭呢 又缺少维生素B 帮它转换成身体需要的能量 于是呢 就变成了糖 堆积在血液当中 我们来看看糖尿病 它的整个的形成 第一个 就是进入血液当中的糖 进入的速度太快 这个道理怎么理解呢 我请问你 如果在一个四叉路口 有一万人突然之间都往那个地方走 会不会造成交通堵塞 不一定 只要交通指挥员能够恰弹指挥 有序的一个一个通过 按照一定的速度从那里经过 有多少人都不堵塞 我到英国 哎呦 那个道路这么小 然后这么多的车 可是很少有阻塞 人家指挥的很好 可是呢 中国有很多的地方 没有多少车天天堵在一块 那跟糖尿病作用的机制一样 没有吃多少糖 可是呢 所吃的糖呢 没有得到控制 以非常快的速度 迅速的在血液当中堆积起来 造成血糖散生 如果你吃的是苹果香蕉 情况是不一样 可惜呢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偏偏被医生 谦告说不可以吃水果 很多人呢 都害怕吃肉 等一会呢 我们会在下一个这个疾病里面 讲到肉类 其实呢 对你来讲 根本都不是坏事情 完全可以去吃它 最重要是怎么去吃它而已 在疾病阶段 在衰老阶段 消化肉类的能力会下降 这个时候消化它的能力下降 不是代表你不能吃它 而是你要想办法把这个肉炖的炒的 弄的比较容易消化而已 逻辑上 要把它搞清楚 糖尿病形成的第二大因素呢 是指糖无法被利用掉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 用降糖尿 用胰岛素 注射胰岛素 来解决糖尿病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很多的专家们 把那个糖压下去 压下去 就像一个人的头 一个人的头 你把它压下去 你手一松开 它都会弹起来 用这样的强制性的方法来降糖 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看糖是怎么用的 首先 人体得到的糖 是要输入到细胞 让细胞产生热量 燃烧掉 所以呢 胰岛素的作用 就是把糖携带 然后送到细胞这里 然后细胞这里有一个受体 它得到胰岛素所带来的糖之后 接受到信号 就把糖拿来 把它燃烧掉 这就是糖的应用过程 那么得了糖尿病的人呢 中间出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胰岛素不足 没有办法把糖携带到细胞那里 第二个问题是 胰岛素倒是充足 可是当胰岛素拿着糖进到细胞的门口的时候 奇怪 那个细胞呢 它的受体不接受 那个胰岛素拿着糖敲门说 我是胰岛素 我带着糖过来了 你赶快接受吧 结果呢 那个细胞呢 因为呢 缺少某种营养 比如说维生素B6 它就不接受 它说你别骗我 你带来的东西肯定是假的 我不要 结果呢 这个糖就不用掉了 那 身体是一个系统 在这系统当中 缺少任何一种营养 都会阻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于是呢 一般的人就开始吃降糖药 企图把糖降下来 当你把糖降下来的时候 记住 你只是把糖降下来 前方的 等着这个糖呢 当你把糖 从血液当中的浓度降下来之后 并没有把糖送到那个细胞那里 一次那个细胞得不到糖呢 它就会发出信号 然后付救信号 通知你赶快吃点东西 我们没有糖了 你赶快吃点东西 结果你的大脑就分闭饥饿信号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 为什么很容易饥饿呢 因为呢 前方的细胞一直不断的在通知 你们怎么不送糖过来 好了 大脑分闭信号 开始你去吃东西 结果你又吃了一些 这个含糖量很高的食物 然后又没有吃一些 能够把糖利用掉的食物 结果呢 你的糖进去了 进去了呢 用不掉 然后就吃降糖药 把它降下来 这个时候很好玩的 这边一直在浮航 给糖给糖 然后这边呢 又开始吃糖 然后吃完呢 就把它降下来 然后前面的那个细胞呢 还是没得到 结果呢 所有糖尿病病人 到最后呢 身体越来越衰竭 越来越疲倦 能量越来越差 所以基本上 糖尿病病人 十个有八个 都是二十的 因为前面的细胞 没有得到糖 这里就不够了 被人用降糖药截断了 把它在这里中断了 调理糖尿病的关键 三大关键 第一个 吃一些高纤维的 含糖 但是含高纤维的 那个糖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蔬菜 比如说各种水果 那些水果虽然含有糖 但它含有很多的纤维 同时含有大量的水分 来吸湿这个糖 所以当糖要进入肠道的时候 由于被纤维挡在那 所以进入血液的速度 是很缓慢 不会迅速的造成阻塞 然后进入血液的糖呢 又因为你吃了含有大量维生素B的食物呢 维生素B就帮助糖转换利用 那么细胞拿到糖之后 迅速用掉 降糖的关键在于把糖用掉 糖尿病的关键在于把糖用掉 把糖用掉的关键在于有大量的维生素B 以及足够的氧气 另外呢 在矿物质里面有一种叫做个的 金属盘 一个个别的个 这个物质呢 有助于帮助整个胰岛素的效力提高 它本身甚至可以替代胰岛素工作 另外呢 维生素C呢 也可以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工作效力 维生素E呢 可以对胰腺起到保护作用 所以在糖尿病方面呢 增加维生素B的摄取 维生素C的摄取 维生素E的摄取 以及个的摄取 是一个重要的方向